大家好,又是我Carrie 很簡單的附用蛋 煎叉燒附用蛋 最近有網友問我 經常說CC字幕怎樣用 首先是影片的右下角 有白色的 按一下 旁邊是設定 按一下字幕 按自動翻譯 你可以選擇你喜歡的語文 例如印尼文 你可以給你家裡的印尼姐姐看看 這個方法也可以參考一下 有印尼文 過去的所有影片 都可以用這個功能 因為我的影片裡面都有字幕 你可以按字幕 然後設定 然後自動翻譯 這樣就可以了 選你喜歡的語言 可能翻譯未必準 但是都可以參考一下 大家有機會試一下 很簡單的方法 你看看這次的原材料 有個叉燒 叉燒 叉燒 是隔夜的 硬盆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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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 用叉燒 煮回來吃 然後九黃蔥 洋蔥 四分一隻洋蔥 幾隻蛋就行 四隻左右 這個份量 九黃的這個 你多一點點 洋蔥一點 更香 你不用叉燒 你可以用蝦仁 火腿 其他東西都可以代替 蟹柳也可以 很多種做法 主要是這樣的 但是用來送飯 很棒的 主要是怎樣處理隔夜叉燒 這個叉燒 大家可以看我以前的影片 可以自己做的 沒有空自己做的 可以出去買的 第一天吃不完 或者你可能 拜完神也好 然後隔夜 它會很硬的 我們要看怎樣攪拌 不要浪費 四分一隻洋蔥 我們將它切絲就可以了 街市最近多白洋蔥 那就用白洋蔥 原來有紫洋蔥 就用紫洋蔥 但我們將它一開始 即是短身一點的洋蔥 絲就可以了 有炒少少洋蔥 下去會有少甜味 這樣就好吃很多 其實 還有香 九王 大家都很喜歡 這陣子 街市也不是貴 只是五元一閘 很大閘 可以炒麵 炒完麵 剩下的 就用來做叉燒 3cm左右的長度就可以了 然後叉燒 很硬的 因為過了一晚 很硬很硬 不要緊 我們拿出來 慢慢切 小心手 很厚的 我們切薄一點 然後再切條 等一下我們會 出一出水 一出水之後 它就會軟 因為通常第一天 你買的時候當然軟 然後你放一晚 在冰箱 它就會慢慢開始很硬 我們切短條 2cm左右 就可以了 就是這麼多 我都沒有用完 留下少許煮米粉 2cm左右 就可以了 因為它本身也很軟 煮完之後 冷了之後會硬 但是煮完之後會軟 然後切蔥花 大顆一點 即是煎蛋 一定有蔥花 我本來想炒蛋 但是呢 我發覺 不想加太多油 煎蛋 少一點油 我們放在碟裡 這樣就方便很多了 現在我們準備一鍋水 滾水 然後我們把叉燒放進去 出一出水 煮一煮 看它軟 軟一點 不然一煮就已經軟 很快 我們用平底鍋就可以了 等會也會用一隻鍋 一隻鍋搞定 我們蓋住 會快一點 然後呢 我們拿出來看看 看看它夠不夠軟 軟軟的就可以了 很快 順便可以 出一出水 表面的麥芽糖 會少一點 沒那麼甜 搞定軟了 然後拿出來 隔了水分 即是隔水 然後呢 用這隻鍋 不需要洗的了 因為我們放一些金汁油 放一放它 我們放一些洋蔥 我們先把洋蔥炒一炒 這鍋有煙了 油熱也有煙了 夠慢火了 我們炒香洋蔥去 炒香 慢慢來 不用急 如果你覺得 控制不到火 但是控制不到 你便可以收拾一些火 不過很難會炒一洞 不用怕 炒到炒香了 你會聞到洋蔥味 等一下會有一點點 開始軟的時候就可以了 當然我們還有狗黃 但是狗黃 是不需要那麼快放的 最後才放 在這個時候 開始軟了 一點點就有色 不要緊的 然後我們把狗黃 放進去 輕輕炒炒 這樣就可以了 麻煩大家有可能有廣告 一邊一上美麗的廣告 一邊幫狗狗貓貓 掃掃背 掃掃背 廚房盒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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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些盒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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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盒� 就不會出水了 例如炒蛋的時候 你也可以這樣做的,放少許粟粉下去 炒完蛋就不會那麼容易出水 有時候炒完蛋會有水滴滴的 這是很好的方法 粟粉,沒有粟粉三分都可以 沒有問題,一樣的 然後我們燒一隻鍋 放油 夠蓋面就可以 油夠蓋面 有時候會比較多 有時候會比較好 有時候會加不足一次 太多油可以倒出來 這樣會比較穩固 我們燒熱油 油有煙 然後把蛋全部放進去 我一次過 放進去的時候,不要動 這樣放進去,不用動 現在不能動 因為我的鍋大 那些火 可能在旁邊不夠 我們要不停去移動 我等一下 我們保持中火 慢慢來 然後慢慢放進去 然後把材料鋪平 肉馬,菜馬鋪平 這樣 它不太黏的 但最初你不要動它 現在可以動它 它不黏的 我們先把火 煎好 那些顏色 這個時候是慢火 如果大家覺得 不夠力 發覺沒有什麼跡象 開大一點點火 不停移動一隻鍋 因為我的火很小 但我的鍋很大 有時候我們要走一走 慢慢來 先煎好下面 先把顏色 淹凈一蓋 上面的 оз Actor 快點熟 稍後加快速度 到處 我們小心 差點刮 我把火 開大了少許 不要緊 快點 Darren 然後把食物分足 拋不來 不要緊 把鍋剪 或者不要煎大 我就貪心 一次過 你們可以煎細快一點 這樣就好做很多 然後我們反一反去搞定 再煎另一邊 如果你看到有些稍微深色的 其實不是焦的 你可以試一下 沒有苦味OK的 然後我們煎一煎那邊 等一下再反一反去 因為那邊會比較好看 這邊看不到那些材料 搞定 記得要煎細快一點 煎多幾塊就可以了 麻煩還沒訂了 請訂閱我訂閱是免費 可以給我一個讚 或者分享給朋友 放些魚露下去也很好吃 煎的送飯 很好吃 搞定 今天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喜歡很簡單的叉燒 富龍蛋 多謝各位收看 消滓 多謝 小糖 很不敬 niño